报警人跟这个嫌疑人是有点熟悉的 那么他平时也经常看到嫌疑人在卖狗肉 所以说他怀疑这个狗肉来源有问题 我举报人家偷狗的啊警官 谁偷的 收狗的啊 收狗还偷狗啊 收狗的啊 那不是麻醉家打的 李先生现场举报说 甲鱼塘的养殖户张某非法收狗 而且狗肉来源不正 随后李先生把民警带到甲鱼塘 旁边的一个房间里 那里面很多 那里还有沙发的很多 这个特别特忙 那里都特忙的 一片狼藉 都是死狗 然后还有这个针筒 还有标准器 这些疑似毒狗的这个器具 都在现场 狗有20多条 民警在现场查获了麻醉针16只 疑似被毒杀的毒狗23条 现场称重有700多斤 甲鱼塘养殖户张某辩解说 这些麻醉针是给孩子玩的 张某说这些都是流浪狗 他用麻醉针吹管的方式 先把狗放倒 再带回甲鱼塘杀掉 然后喂甲鱼 喂甲鱼还有呢 还有送朋友吃的 送朋友吃的 对 那送哪些朋友啊 朋友多了 你手机里面那些朋友是吧 对啊 是的 那人家为什么给你钱 没办法啊 人家饭店里也是朋友啊 我朋友 你有没有去检疫过 他有没有病毒身上 吃什么怎么办 流浪狗你有没有检验过呢 人家卖个猪肉都检疫过的 张某被带回派出所 经过进一步调查 他承认自己在一个多月前 网购了麻醉针 用于捕杀流浪狗 然后进行贩卖 美金标价20块钱 自己是把这个狗加工完之后 放到我们的这个菜市场 然后通过贩卖 后来是加了一些老板的微信 然后直接把狗肉送货上门 一次这个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 我们昨天已经送去鉴定了 目前张某英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88黄金言 9韭小这細茶咸 3 5 6 6 9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